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是新的开始 第一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我们在FB上面有讨论到 美股会影响到台股的一些状况 而且PONG在上礼拜 我们礼拜五下午开了一个版 我们来讨论说 像最近PONG一直在讲 道琼他是走空投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们 已经知道PONG上礼拜都在讨论 有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当中 我们在市场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美股会持续崩跌 势必会影响到台股的一个走势 所以上礼拜我们就开了一个 一个讨论话题就是 PONG在FB上面讨论到 如果 就是以道琼的一个结构 他是准备要下跌的 但是PONG想要了解说 投资朋友们 对于现在这个盘势 到底是想说 他已经落底完成 准备要上涨 还是他已经要 就像PONG讲的 他要继续下跌 或者是他只是一个区间的 一个整理盘整 好 那PONG在这五六日三天 在FB上面有看到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最多的 大概就是2跟3 那当然还有很多人会回说 先2后3 或是先3后2 好 那这个问题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持续一直 一直讲 但是PONG很坚持的是说 当目前现在行情 只要没有反转 没有反转 我们就持续往那个方向看 就算现在不如我们的预期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设定好一个 停利机制跟一个停损机制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交易 跟看盘的一个差别 交易的交易人必须一定要 很明确的看到当下一个状况去做 买进或者是卖出 那很多投资朋友们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状况 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交易系统 而且他会犹豫不决 或者是买的太少 没感觉 买的太多他会怕 那这个东西 PONG以后会持续告诉大家 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继续看 以上礼拜我们来看到小道琼的一个结构 他已经破了PONG讲的这一个 24800这个位置 所以他目前的一个区间 就是24800到24000这个区间 这是小道琼的一个区间图 那上礼拜五很虚剧化的 PONG的预期他就是会下跌 而且他在盘中他真的是有下跌 当盘中的时候他有一度跌了400多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一开始就跌了这么多 一开始盘中最多有跌到400多点 但是到最后他已经把它拉到平盘的附近 所以今天台股为什么可以比较强势的原因就是 美股他在尾盘中会把它拉回来 而且台股他会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如果美股未来会继续跌的话 台股会先反应 会先反应下跌 如果未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他不太会跌 道琼我们台子就很容易今天会开高 那我们现在我们继续来看 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加权的一个线图 现在是10点多左右 那目前他就开在我们的蓝色线跟绿色线 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那但是PONG还要提醒大家 目前的结构他还是空投 那怎么样子会改变PONG一个看法 就是当K棒突破了蓝色的线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10810附近 10810附近 我们用旗子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我们的旗子 旗子的区间现在就是在这 这三个关键的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的一个区间 那他要转变 转变变成多头 他就要站上蓝色线这个位置 10817 10817 那如果他没有站上10817 那他就是要到10 在10610 现在目前这个位置 好 那因为他现在还是在这条线的上面 所以他是在这个箱子里面震荡 但是他只要破10610 PONG就是告诉他 这个地方很容易会下跌 所以如果有做7指空方的人 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的去做一个交易 好 好 最后PONG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 我们叫做投资人 那还有一种叫做分析人员 分析人员不外乎就是 研究员 分析师 或者是网络上很多的名嘴 我们讲的名师 好 那这个现象就是告诉大家 很多人为什么会对于分析人员 他们是很不看重的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们只会讲不会做 好 那PONG告诉大家 我们是投资人 投资人跟分析人员 他的最大交易交易就是 我当下我要交易 我必须要找一个最果断 最明确的交易方式 去做一个交易 所以PONG在这边上面写 我们实际上的交易就是 化繁为减 什么叫化繁为减 如果一个指标很准 有八成九成 我就用这个指标 但是所有的指标说真的 目前PONG的长期统计 很长的时间里面 任何一种指标 他的胜率就只有六成到七成 最多就六成五左右 好 所以六成五 六成五的一个胜率 做十次只会赢六次 那还有四次会亏损 而且这只是一个平均值 也会有重新 也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连续赔五六七次都有可能 只赢三次 那也会有连续交易个二十次 我赢个十七八次 好 这个状况都会有 但长期的统计下来就是 十次会赢六次 好 十次会赢六次 这个状况当中 所以你的交易机制必须要一个 一个非常的合污你的交易就是 我停损停利要有一个明确 再来就是我的资金扣款 必须要在一个 不会让我吃不下睡不着 一次我就直接毕业拜拜了 好 所以碰个来告诉大家 你不管用KD 用均线 用K棒转折 甚至什么布林通道 这些等等也好 你切记就是你的 你的方式一定要非常的简便 看到就要出手 停损停利把它射好就对了 好 那再来就是研究分析 很多研究分析就是大家 因为他也都不懂 所以他觉得当一个人越专业就是 他的方式就是要越多佐证 就是财报 KD 三大法人 同步支持你 买进 那这次才会涨 可是说真的 当你这些东西都背起的时候 行情都已经喷出去了 难道你要交易都是要做到 人家喷出去的时候 你才要做吗 这都是非常落后的 你想要赚大钱 必须要在喷出的时候 低时间点 进去买就对了 当然还是会遇到失败的 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我们做投资人的人 就是一定要勇于对自己负责 敢做敢当 那个千万不要当小叮当 小叮当就是虚够的 好 所以不管是你做大单小单 模拟单这些都也好 一定要长期对自己负责 你做好一个记录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个胜率跟赔率 你的获利率跟你的亏损率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借由统计 达到 所以要当一个专业的投资人 我们不要当专业的分析人员 专业的分析人员 只能靠搜课程 在网络上骗骗就好了 但是投资人你的交易能力 具备之后 你只有一笔钱 不管你怎样子 你一定会知道 你的长处在哪里 你怎么样的获利 你利用这样的方式 在市场上面去做交易 长期下来 你一定是可以赚到钱的 未来我们的台湾的那个退休 退休市场是真的越来越艰辛 相信如果是公务人员 你可能很怕就是政党轮替 你的退休金被砍被砍被砍 甚至可能退休年金会倒闭的时候 大家一无所有 所以趁年轻的时候 好好规划自己的财富人生 把我们的一个获利能力准备好 未来你随时随地 你只要看到有行情 随时都可以上车 不管是我们做期货 做股票 做外汇等等 你一定要善用这些工具 来让你的一个晚年生活 达到更好的目标 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 靠一段落 请大家还要持续追踪一下 PONG的FB粉丝页 还有我们的一个节目 好谢谢